词曲 李宗盛 看 愿意多多拼凑成 我们想要的模样 你归笑着对我说 你有着主向我 你一边弹琴 我一边唱歌 树上的鸟儿也在跟我们合 小小的人啊 在大大的银河 用光锁链接 我们的快乐 这微笑的泪是幸福的 你每一次刚看我都记得 当我归归腿 你躲到我一层 进来吗 这儿 是你家 算是吧 有没有觉得很温馨啊 算是吧 家还能算是吗 不过你家看起来并没有那么浮夸吗 浮夸 你是说偶像剧里面富二代那种大耗撒 作为医学院的学长 给你打个这样的比方 心脏呢 是只有两个卧室的小房子 太大了呀 这里会空 是吧 九妞 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意思 你坐吧 你想喝什么还是吃什么 我叫人送过来 不用了 我只是想告诉你 请你收手吧 不要再莫名其妙地针对我了 好不好 我真的都要被你折磨崩溃了 如果我之前有得罪你的地方 我向你道歉 我认输 你再找我麻烦 没有任何意义 对不起了 学长 你怎么就不相信我是真的在追你呢 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我站直得让你打回来行不行 我绝对不还手 我打了你四次 我让你打五次 六次 我不 我就要让你做我女朋友 你 是吧 九妞 九妞 对了 我听说你的猪 你的九妞 是你以前的女朋友留给你的 我看你还挺喜欢她的 你一定还忘不了以前的女朋友吧 所以你找我麻烦你做什么呢 谁跟你说九妞 是什么女朋友留下来的 她是我亲生的 亲生的 你还能生这 是这她 你真是蠢到比喻都听不懂 九妞是被遗弃的 她有千年性心脏病 是我救的她 所以是我亲生的 别跟我成什么女朋友 她有心脏病 那你还不牵着绳子让她跑出来 万一撞到了 病又犯了怎么办 快 那你现在的病好了吗 她已经好了 好 好 真优 那是我找周里大药的手机号 你还给我 今天中午是我记录你的 有什么事冲我来 你以为我做这些都是因为你啊 不好意思啊 我对你完全不敢任何兴趣 还没说什么了 过来过来 老变态 我我警告你啊 你把顾上碗给我弄哪儿去啦 你要敢动顾上碗一根头 我我弄死你我 她现在在哪儿 我去接她 你给我 我没说完呢 我会送她回去的 你要是忙的话 我就先走了 总而言之 我可以让你打回来 你不要再搞那些奇怪的事 我送你 不用了 我好歹也是你学长嘛 我把你带出来学校 得安全把你送回学校 不用了 我自己打车回就可以了 就你这态度 是来和我和解的吗 走吧 你就在这里停吧 我走回去就可以了 别呀 我送你到宿舍楼下 不用了 我偏要 你 停滑 滚 左 展昱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担心这个老变态 对你图谋不轨 我下来了 老肘 不放 你没事吧 没事 走 放手 白痴 你说谁白痴呢 说你白痴呢 你再说一遍 左 你一直在等我呀 你干嘛 左 你干嘛呀 你们干嘛呀 走 小马 我送你回去 哎哎哎哎 小带子 凭什么顾小马跟着你走啊 他这话说得有水平啊 我跟顾小马话还没说完呢 说完自然会送他回去 哎哎哎哎哎 我刚才可不是帮你啊 你搞清楚状况行不行啊 你搞清楚什么状况啊 我搞清楚什么状况啊 你们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有什么资格送他呀 我资格大着呢我 我是他老同学 老同学是他老同学啊 老同学啊 哎哎哎哎 你搞清楚啊 左岸没有资格 你没有资格 只有我有资格 做白痴你最有资格 起 白痴 哎 你我下车 你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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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岸 左岸 弄疼你了 弄疼你了 你们今天到底怎么了 你们刚才那也太奇怪了 不就回个宿舍而已吗 我自己就可以回去 你们也不知道争什么争 顾小满 你不要以为你会打架 你就什么都不怕 沈争阳那种人的车你都敢上 你还有脑子吗 我我下午找他有事吗 你找他有什么事 就是因为他下午说 他追我 他说什么你都相信吗 他那么说是因为我 因为你 因为你什么 总之你不要相信 还有你们才认识多久 他怎么可能会突然喜欢上你 他就是一神经病 我也不会相信的 我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你不用特地强调 我回宿舍了 你自己不喜欢我 你该着别人就不能喜欢我 我有这么差吗 顾小满 我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说什么意思 我 其实我 不好意思 我晚上没有吃 哎 不是我做的小 上大学真好 还不到一周 就和你一起吃了两次 这么好吃的女牛肉面 喜欢你就多吃一点 嗯 左啊 我真的是没有想到 你会因为担心我 没吃饭一直等我 我当然担心你啊 嗯 我知道 我们是朋友 老同学嘛 你刚才说过的 嗯 展月也没吃饭呢 我给他发个信息 让他过来吧 不准发 对啊 我的意思是 展月如果知道我在这儿的话 他一定不会来的 你发了 就等于自讨没趣 而且他这么大一个人了 吃饭的事情 他可以自己解决 哦 也对 他应该已经到宿舍了 那我回去再关心一下他 好了 你怎么了 吃饭吧 索安 谢谢你送我回来 早点回去休息吧 嗯 嗯 糟了 我怎么把最重要的事给忘了 我还没问他和孙安宁到底什么关系呢 走啊 怎么 嗯 还有事 嗯 我就是想问一下 你和孙安宁 嗯 你们 我想知道孙安宁是你女朋友吗 你们在一起了吗 是 顾小马 怎么了 我 我就是看你们两个关系挺好的 我和那个又是一个宿舍的 我就随便问一问 我跟孙安宁从小一起长到大 彼此的父母还都是好朋友 安宁她是一个善良的人 也特别喜欢帮助别人 你们两个的话 一定会相处得很好 哦 嗯 时间也不早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嗯 嗯 什么嘛 我个问题都没有问清楚 他和孙安宁到底什么关系啊 三个 抢 一个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小马 你总算回来了 来来来 快坐快坐快坐 你们怎么了 你 你们怎么了 把我们吓到了呢 怎么样 舒服吗 舒服的话 能不能告诉我们 刚才在校门口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校门口 后门吗 我就去后门吃了一碗面呀 什么吃面呀 刚才 在校门口 二 月黑风高 众目睽睽 三个男生抢你一个呀 其中两个 还是沈辰阳和左岸 你能理解一下 吃瓜群众 现在抓心脑肺的心情吗 你们怎么知道的 所以说 他们三个 真的在抢你一个了 不是啊 他们三个刚才在吵架 你们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啊 小马 你被人派上内网了 这个照片 被人发到内网上了 七位三 这个照片上 是你爸 天哪 顾小满从入学的时候 就开始接近沈辰阳了 他们两个是顾小满的 高中同校同学 顾小满还曾经给左岸 写个情书 听说展月还为了顾小满 和左岸打过群架呢 展月和顾小满 本来是一对 顾小满为了沈辰阳 甩了展月 没想到还同时骗了左岸 天哪 他就不是脚踏恩之船吗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些人怎么能乱写的 小满 看在一个宿舍的份上 沈辰阳 左岸 展月 到底哪个才是你的男朋友啊 我们真的好奇死了 都不是 这上面都乱写的 你们一个字都不要相信 你一个宿舍的你都要保密啊 我真的 完了 左岸魔鬼也看到了吧 这个怎么删啊 这能删吗 左岸 那个 你还是自己去内网看一看吧 内网 书单子 你看 这边是怎么胡说八道啊 喂 安宁 我知道了 安宁 怎么了 内网上的帖子是怎么回事 你和那个顾小满 都是乱写的 但视频总该是真的吧 你们 关系不一般 我和顾小满从小就是同派同学 她被沈辰阳欺负了 帮她是应该的 如果是别人的话很正常 可是左岸我太了解你了 你不会这么无缘无故地关注一个人 除非 你喜欢她 安宁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送你回去 对了 你能联系到内网的管理老师吗 怎么了 这件事对你 对顾小满都不好 帖子应该删除了 帖子已经删了 已经删了 好 辛苦了 这把我拍得也太丑了吧 还是和这帮小孩子比我已经老了呀 不过这个投票结果还是挺满意的 看来在大家心目中 我还是最有魅力的那一个 是 原来顾小满给僵尸脸写过情书 那她就是喜欢僵尸脸了 而且僵尸脸和白痴脸为了顾小满还打过群架 白痴脸就不说了 就僵尸脸那个样子还能打群架呀 还真有点意思 看来我得保持青春 才能和这群人愉快的玩耍呀 我得睡个美容觉去 有妞 睡觉了 走 总啊 你看见那网的消息了吗 看见了 对不起啊 又连累你了 你干吗道歉啊 他们 他们说你 脚踏两条船什么的 你不用管他们说什么 自己的事情自己知道就好 明天还有训练 早点回去休息吧 可是 学校都这么传开了 你真的一点都不在乎吗 你不要把时间 浪费在这些无聊的事情上 还搞坏了自己的心情 你现在应该好好珍惜 来之不易的大学时光 学医可是很难的 你要加油 晚安 顾小满 晚安 这就是那个网上 那个一拖三的那种女生吧 是她顺服 是她顺服 你走开 谁让你这儿撞好人了 真是倒了血没 你不是要帮我擦吗 我的鞋也脏了 把鞋给我擦了 她摆明了就是旧体发挥 你还真给她擦啊 什么旧体发挥 是她自己说要给我擦的 我也没逼她 要是做不到 就别在这儿说好话了 算了 琳娜 林娜娜 小满是装了你 但她是无心的 那你之前故意整她的事呢 如果小满今天给你擦了鞋 你是不是也要穿下开装裤 才算公平啊 你说什么呢 之前是谁倒是说顾小满奇奇怪怪的 怎么着 现在在这儿当好人啊 天娜娜 我可以帮你擦 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以后大家还都是好同学 不好意思 像你这种开学没几天 就全校文明的好学生 我们还是保持点距离比较好 不要理他了 小满 我们坐那儿吧 走吧 没事吧 小满 其实我之前 没事 都过去了 那我回头请你吃苹果 好啊 我最喜欢吃苹果了 我也有分吗 有啊 当然有 都有 胡小满 你别吃这东西了 我带你出去是好吃的 我昨天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 你跟我说什么了 没事 一会儿吃饭的时候 你再跟我说一遍 走 你别拉我啊 你别这么排斥我嘛 你现在没有男朋友 我也没有女朋友 这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天生是一对啊 谁跟你说我没有男朋友 小满 你有男朋友了 我 我 我 谁啊 我干嘛要告诉你啊 你告诉我你的男朋友 我好死心啊 我 我 我男朋友 我男朋友 就就就在那儿呢 这看起来好像 总之 你离我远一点 哎 顾小满 顾小满 你怎么那么快干嘛呀 哎 你等等我 怎么了 怎么了 可能是刚才的水有点冰 有点味图 我给你买碗粥 嗯 这么快就没影了 我是有剧图吗 好 我们又要去集合了 上午那个 决心把我占得好累啊 因为我从小就喜欢医学 这方面的东西 你想吧 左岸真的是你的男朋友吗 但他为什么总和孙安 你们在一起啊 不不不是不是不是 我刚才是被沈沈阳逼的 所以随便知道 你们俩可别误会了 好吧 但你这也太准了吧 随手一直都能知道左岸 你不知道 刚才我这心里咯噔一下 我一直拍孙安宁马屁 说他和左岸配 我还以为我拍到马腿上了呢 不过小满 你其实 有点喜欢左岸的 对吧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 我就是想提醒你 左岸在昨天晚上 在那种情况下把你拉走了 无论换作是谁 应该都会很行动吧 但他一边看起来好像对你很好 一边有所和孙安宁在一起 搞不好他就是个中央空调 帅哥都是花心的 何况是这种又帅又聪明的 小满啊 一定要小心一点 别傻乎乎的把自己给陷进去了 李娜 你想多了吧 左岸才不是那种人呢 你看 你看 现在就已经开始帮他说话了 你说呢 花心 我在想什么呢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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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今天 我会教大家几招 简单的骑拿格斗 目的就是为了防身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以为学会了 就都是武林高手了 如果以后遇到突发事件 一个字 好 记住了吗 记住了 接下来由我和张教官 给大家做示范动作 大家一定要认真看啊 来吧 再来一次慢动作啊 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接下来 自由组合 分组训练 一定要注意安全 听到了没有 听到了 开始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归他们 咱们俩一组 好呀 你想先攻还是先手 你觉得 我会让你先打我吗 好吧 你放心地攻击我 我有经验 不会让你受伤的 好啊 你干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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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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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眼 怎么回事 好啊 我又出什么妖蛾子了吧 干嘛 又想当军子吗 一个两个都这样 都给我踢 行 交友针 泡泡走 顾小马 你怎么回事 看把他给摔成什么样了 是他先偷袭我 我只是调价反射 而且我已经收力了 偷袭 我才没有呢 我只不过想和他开个玩笑 谁知道他出手那么重 我的腰疼死了 我 轻点 还能站起来 捕图应该没事 要不我带你新到医务室检查一下吧 顾小马 我不是说中午跟你吵了两句 你至于这样对我吗 大不了我跟你道歉嘛 你道什么歉啊 要道歉也是他道歉 顾小马 赶紧给人家道歉 不 快 林娜娜 你把刚才的话说清楚啊 我只是误伤 而且我已经收力了 收力 你要是不收力该怎么着啊 是不是把他打成残废 你是不是觉得你特别厉害啊 教官我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说得好像我在故意报复他一样 如果我真的在报复他 那他今天可能就起不来了 我做了这么久的教官 还从来没见过像你口气这么大的学生 你罚站去 罚站就罚站 但是我绝对不会道歉的 好 我不罚你 我和你一起占军资 如果你先站不住了 马上给林娜要道歉 一言为定 请站 休息怎么办 你的证目踢得真狼快的 人来水去 佳岳 你快去骞骞小马吧 他怎么了 这多久了 半个多小时了 小马 别站了 一会儿中暑了 你别管我 我没事 胡销盘 刚才这球是不是你踢的 不是我 不是你 那是谁 我 我不能说 王老师 您这样是让我出卖队友 我是习武之人 不能这么做 你还觉得你很讲义气是不是 这个球就是你踢的 你离我最近 他们都在后头 王老师您不讲道理 谁呀 顾小马 罚你去骑肝底要给我罚站 好好想一想 想清楚了 到办公室找我 王老师 那个我 求情的一起站 你笑一笑吗 你笑一笑喽 你笑一笑喽 我要是晚到一会儿 你就该中暑了 这么点事儿 你不知道找王老师道个歉 说几句好话啊 可是真的不是我踢的 所以才让你去说几句好话啊 可是真的不是我踢的 小马再这么站下去 肯定会中暑的 你们怎么着也是同学 你快去劝劝他吧 没用的 他有自己的原则 而且还是个死脑劫 一旦认定 谁也劝不掉 郭小马 差不多得了 比我还能折腾 他就是蒋红 你看 现在全场的焦点 不又是他了吗 小马 你看 你看我 你别闹了 我已经没什么联系了 那你别下来吧 不行 这是原则问题 我不能忍说 我不能忍说 糟了 你别闹了 你干嘛呢你 你干什么呀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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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放 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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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看了 不放 你放开 你不放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音乐 醒了 我晕倒了吗 好难过 我竟然输了 太不正气了 你现在别想这些有的没的 你当自己是铁大的 你不明白 我明白 你以前帮展月 被王老师罚站 大太阳底下足足站了一个多小时 我知道你有自己的道理 但是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你那些光辉事迹 还少吗 佐泽 我在你心里 是不是就是个女流氓 女婚婚呀 其实我真的很想做淑女的 但总是与愿违 你是不是淑女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太冲动了 你看你这个样子 还想当淑女啊 不怕别人担心啊 谁会担心我呀 我爸哥那么老远呢 我不会告诉他那 那你试试 你下次再敢这样 我去告诉你爸 笨得要死 我是说 我听到了 你以前说过我不笨的呀 好好好 你不笨 就是那件事啊 还挺可爱的 那你休息会儿 我去给你买点水果 好吧 来 我在做暗心里的形象 特地改变不了了 我有一个好消息 和一个坏消息 你想先听哪个呀 你这光 微笑在尽头中 不小心 不小心 风吹 愁了眉头 我们一起 踮脚成几手 静静折 躲进太阳 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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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阳雨在下车 放心好了 落泪以后就紧了 担心什么 害怕 别怀疑 别怀疑生命中的 每一次抉择 太多余了 反而更不快乐 遇到什么 不如就接受 不如就接受 把昨天的曲折 把不安的忐忑 全都收好了 让笑容盛开着 太阳雨是短短的 太阳雨在下车 放心好了 落泪以后就紧了 担心什么 害怕什么 别怀疑生命中的 每一次抉择 太多虑了 反而更不快乐 遇到什么 不如就接受 什么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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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